这场交接受证仪式在刚落成启用的信义国小五楼演艺厅举行 由金融市副市长宁有发亲自将当选证书 一一颁发给59位市属各校家长会长 这是111学年度国中小及幼儿园家长会长交接受证典礼现场 宁有发特别感谢所有会长的支持与协助 让金融市政府能够运用最少的资源 创造出最大效益 彻底翻转金融教育现况 选出的家长会长他够热心 那也是学校学生跟社区的一个福气 我想我们金融市包括高中国中国小包括幼儿园 总共有59个学校的会长 那我想这个区块学校选出来应该都是最优秀最热心的 那我们也透过今天的受证颁发的证书 我们也鼓励大家一起为我们金融的交易来努力 林永发也细数金融市长林又昌上任来所推动的颁颁数位化等政策 希望提供基隆孩子在优质的学习环境中成长 事实上市长在上任以来这八年 除了对不管是从经济层面 我们的交通层面或是各项的社会福利 其实教育这个区块市长也非常的注重 那从最开始的网路频宽不够 我们针对学校的平宽 然后帮班班的数位化 到现在每个教室都数位化 所以有很多的相关 我们希望透过这一些能够给学生最好的一个学习机会 那除了在硬体的建设 也透过以学校为核心的这个改造计划 那软体的部分再加上会长的努力 我想我们的交易会是最好的 金融市政府教育处方面表示 包括课后留言开办率全国第一 准工又比例高达八成 每一区小学的共农室游戏场 及学校厨房改建等 这些领先全国的教育成果 除了由教育处规划执行外 更需要各校校长全心投入 与家长会长的协助支持 希望家长与学校能成为教育合伙人 一起为孩子教育努力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